大家好,我是月薰 相信在场所有贵宾们多少都有碰触过手机程式开发的经验 开发双平台Mobile App那就更不容易了 跨平台的技术往往都有起限制 若再加上后端开发,那可以选用的技术就更少了 如何用一个语言去开发全平台通用App 并在开发速度、操作体验以及效能间取得视线 的平衡,是开发者最关注的议题 在这场分享中,将会介绍由JetBrands团队推出的两个框架 Coplin Multiplay for Mobile以及Ktour 用Coplin同时开发Android iOS App以及后端API 并服以实际案例,让开发者能迅速掌握Coplin多平台的实战金融 现在就让我们欢迎范盛佑奖者来为我们说明解惑 大家好,我是JetBrands技术传教师盛佑 今天很高兴可以在Mobcom 2021跟大家分享 以KMM及Ktour开发全平台应用的主题 每次我们提到跨平台Mobile开发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想到的技术是什么 有可能是像Red Native或是Zeramine或是Flutter这一类型的技术 这些技术虽然可以跨两个作业系统平台 包括Android跟iOS 但你会发现他们在某些地方会有些瓶颈 比方说他们的UI层可能是共用的 所以它的UI没有像原生这么好看 也有可能是它的效能不是这么好 或是他们在抠一些底层的API的时候 可能不是这么的方便 今天假如我们把跨平台这样的概念再往上拉 变成所谓的多平台或是全平台开发的时候 那你想到的技术又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其实像这样的技术并不多 而且做这样的技术并不容易 所以当我们讨论到多平台开发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难处 首先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程序员本身是不是支援多平台 再来就是这个程序员本身的开发生态系 在多平台上的表现是不是够完整 够不够强大 第三个我们可能要想一下说 这个程序员在不同平台上面的效能 是不是都可以到一个足够的水准 以最后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对于开发者来说 和开发体验好不好 因为对开发者来说要有强大的工具 以及完整的工具链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 Colin这个程序员 那一开始在我们JBRANDS内部 其实我们是想要找一个程序员来取代Java 来助于我们开发 这个IntelJ Platform的一个语言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出一个新的程序员 它可以有General Purpose State Typing的特性 同时可以拥有物件导向的写法 以及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特性 那同时它还可以相容于原本的JVM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买柜的过程中 可以非常的平顺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做出了Colin这个程序员 目前以Apache 2.0方式 Open Source来释出 那目前呢 它也变成了这个Android开发的首选语言 那当初我们在开发Colin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把它设定成就是一个开发多平台的一个程序员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张图 我们其实做出了所谓的CommonColin 在这个CommonColin里面呢 我们可以用到所有Colin原生的这些语法 那对于不同的这个Target 比方说你想要开发到前端JavaScript 或是你想要开发原生的Native 或是你想要Run在JVM上面 我们都有对应的这个Sub-Project 包括Colin.js Colin.native 或Colin.jvm 去让你可以转换到 那个平台所对应的Native Code 那所以我们做出了一个多平台开发的一个版图 你可以看到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可以用Colin来写右下角的Android 那这个目前已经由Google来官方指定 就是你要用Colin来写Android 所以大家应该已经蛮熟悉的了 那再来我们说Colin可以拿来取代Java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下角 我们可以拿Colin来写ServerSide 你不管是用在Spring的开发 或者是像我们等一下会介绍Cater 他们都可以用Colin来写ServerSide的应用 那再来我们也可以拿来写右上角的IOS 因为我们可以用Colin来 Compile成Native Code 所以你可以用它来写IOS上面的这个Framework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从IOS里面使用 那甚至我们觉得很疯狂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Colin拿来写前端 那Colin的Compiler呢会帮你把它Compile成JavaScript Code 所以你也可以拿来让在Browser里面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 我们希望可以focus在右边的这两块 也就是怎么样用KMM 就Colin Multiplatform Mobile这个框架去写 IOS跟Android的App 同时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Cater 它是一个Web的框架 它可以拿来写ServerSide的API 所以等一下呢我会把这两个前后端一起串起来 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Case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会用到左边的这个KMM 它是一个所谓的Colin Multiplatform Mobile 这是我们Colin团队融合了这个Colin用在Android的开发 以及Colin用在Native上的开发 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让你方便开发两个作业系统的一个框架 那Cater呢是由我们Jetbrain团队开发的另外一个Web的框架 它可以拿来写Web的API 或是网站啊 Micro Service之类的 那Cater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 它同时有ServerSide的Component 也有ClientSide的Component 而这ClientSide的Component呢 我们等一下也会用在KMM里面 让它可以变成一个HTP的Client 让它可以发Request到API 那我们今天做的一个Demo案例是什么呢 我们会做一个这个密码产生器的APP 你可以看到它RUN起来的样子是像现在这个画面上的样子 左边是Android版本 右边是iOS的版本 你会发现这两个APP看起来有点像 但长相又不太一样 因为它用到的都是各自平台的原生的UI 但它们功能却是一样的 我们先按左边左下角这个绿色的产生的按钮 它就会在中间锁头的位置去产生出一种随机的乱码 那把它作为密码产生的一种方式 那再来我们在中间会显示说 这个APP现在是RUN在哪一个作业系统平台上 以及它的版本 那当我们按下右边这个红色的检查按钮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中间这个产生出来密码 以API的方式送到后端去检查 那所以我们的Careman的APP 会利用Cater的Client去发一个HTP Request 以JSON的资料格式去交换到后端 后端会去验证它的Database里面 有没有登记这个密码被hack过 假如没有的话 它就会回传JSON说这个密码是安全的 那假如是不是被hack过 被登记过的话呢 它就会回传说这密码应该要更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做出来的一个 整合前端的两个KMM平台的APP 以及后端Baking API的一个完整的范例 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KMM的架构 你可以看到KMM的架构 跟一般你看到跨平台的这个框架不太一样 在UI这一层呢 我们希望你可以用原生来实作 也就是说今天你是写iOS的话 我们希望你用Swift UI 来写你的iOS UI 那在Android的部分呢 我们希望你用原本的XML 或者是现在的JPG Compose来写 那这样呢使用者就可以拿到最贴近原生平台的UI 那再来你可以看到底层的Shared Code的部分 就当你的这个UI的操作的这个逻辑呢 是有共享的程式码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Calling来写这一段共享的程式码 那这段共享程式码里面 也有分两种 第一种是说假如你用comment的Calling 就可以完成的这些程式码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100%的Calling来写 那假如你今天需要呼叫一些各个平台专用的API 比方说iOS或是Android上面一些特殊的API的时候 我们会用Calling里面一个叫做 Expect跟Actual的方式来做实作 也就是说你在Expect里面 你可以去宣告说我想要某一些Method 或者是一些Class或一些Function 它希望你有什么样的API 你可以先在Calling里面去定义 然后呢你会在iOS跟Android上面 利用Actual这个关键字 去实作这一个Function或是Method 或是Class里面的一些细节 那你就会再使用这个平台各自专属的一些API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就很像是Interface跟Implement的差别 就是说你在Expect里面去宣告说 我想要这个API长什么样子 那我在Calling的时候呢 可以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使用这一些API 那实作部分会在各平台分别去实作 那所以以今天我们的范例来说 我们会做出几个不同的组合 第一个在Share Business Logic的部分 我们的密码产生器的这一块 我们可以直接用100%的Calling来写 那你会看到我们不是有侦测一个平台的名称吗 对不对 那这部分就是需要用到这个Platform的Specific API 因为我们要去侦测说 这个Platform是Android还是iOS 那这部分必须去呼叫Android跟iOS各自平台的API 所以这部分我们需要用到刚刚说的Expect Actual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们要按检查 然后会送这个HT Request到后端去做这个验证 所以在呼叫HTP API部分 我们也会用到这个Platform Specific API 但我们同时也会用到这个Cater的Client 它某一个部分已经帮我们跨平台了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怎么样做出一个可以开发KMN的环境 那当然以开发Android来说 你需要Android Studio 那以开发iOS来说 你可以用S Code 或是我们Jbrands的App Code 那在KMN里面呢 我们KMN团队有推出了一个 For Android Studio的一个KMN Plugin 这个Plugin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帮你去Compile整KMN的Project 同时帮你去Trigger你的Android跟iOS的这个Simulator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 它会比较方便去帮你去从同一个Android Studio 就可以去启动两个平台不同的Simulator 那所以呢 你要先打开你的Android Studio 然后切到Plugin的设定 在Marketplace里面 你可以搜寻一个KMN这个Plugin 那安装好之后呢 你就会有一个这个Project Template 以及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当你在Build跟Run的时候呢 它可以自动帮你启动你的Simulator 那怎么样建立一个KMN专案呢 这边因为我要节省时间 所以我直接用截图方式跟大家说明 你可以在Android Studio里面按Create New Project 在Project Template的部分呢 你可以选KMN Application 去选择这个Project Template 那接下来它会设定说 那你的这个专案名称 以及你的packaging名称 以及你要用到的SDK的版本 那最后呢你还可以去设定说你的Android App跟IOS App的名称 那这些部分呢 我目前都先暂时使用预设纸 那当这个专案建立好之后呢 整个专案结构大概长得像这样 你先看到一个叫做Android App的资料夹 一个IOS App的资料夹 那假如你写过Android App或是IOS App的话 那这两个资料夹对你来说应该就蛮熟悉的 那Android App打开来就是一个完整的Android App的资料夹结构 那IOS App的话呢就是IOS的资料夹结构 那接下来你会看到第三个Share的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就是我们讲要写这个共享程式码的部分 那你就看到里面会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Command Main 第二个部分是Android Main 第三个是IOS Main 那各自呢就是我们右边这张图 在Command Main里面你要写Expect的程式码 在IOS Main跟Android Main里面各自会写各个平台的Actual程式码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实际的程式码的范例 好那我们就来写第一部分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产生随机的密码 也就是当我们按一下产生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会在画面中间产生一组随机的乱码 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用Calling的Command Code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我们只要去定义一个Password Generator 那这个程式码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我们用一些1到10 或者是这个A到Z 还有一些特殊符号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Generate的Method 去跟程式讲说我们要产生多少位数的一个随机乱码 那里面你就直接把这些Character随机拿出来 然后组合出足够长度 那这细节我们就大概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希望把这个产生出来密码显示在画面上 所以在Android部分其实很单纯 你就是用FindView把ID去拿到那个TextView 然后呢我们在按钮的这个OnClick事件上面去绑定说 我要去宣告Password Generator去产生出7码的这个密码 然后去显示在我们的画面上 所以逻辑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在iOS上面其实逻辑差不多 我们有宣告一个Password Tags 那我们会把它显示在我们的Tag上面 然后在按钮的这个Click事件里面呢 我们也是宣告Password Generator 去Generate一个10码长度的一个乱码 然后把它显示在我们画面上 那你会看到在这两个平台上面 虽然它长相是有点类似 但是它不太一样 而且我们虽然说Generator是同一个 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决定 比方说在iOS上面我们是产生10码的密码 在Android上面产生7码 也就是说在这公用逻辑里面呢 你还可以决定说各自行为会有一点点的差异 那这也是KMAN的一个好处 也就是说在各个平台上 你可以有各自不同逻辑上一些微调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实作的是 侦测平台版本 我们说在画面正中央 我们会显示它是Android 或是iOS 以及它各自的版本 那这部分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刚刚说的 Expect跟Actual的实作 那我们先来先做一个 Share Class叫做Detector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Master叫做Detect 那它会去用到一个Class叫做Platform 那这个部分呢 你会发现在Platform里面 我们就用Expect这个关键字 来宣告说它是一个像Interface的一种做法 那它里面就会定义说我们会有哪些Property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Android Main跟iOS Main上面 去用Actual这个关键字 去定义说好 那这个Platform里面 我实际上呼叫到的这个API 各个平台会有点不一样 那Android上面会用Android.iOS 那在iOS上面就会用UI Device 去取得各自的这个作业系统 以及它的版本号 那我们把它实作在这个Platform 这一个Property里面 所以在CommonCode里面去呼叫的时候 就会自动呼叫到这个对应的平台 那怎么样把它显示在画面上呢 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FindView 把ID找到这个TextView 然后我们再用Detect的DetectMethod 去把这个文字显示在画面上 那在iOS上面其实也类似的 就是我们有这个Text 里面有个MessageText 这个Property 那我们直接用Detector.detect 其实你会看到语法 其实跟在Android上面 其实是一样的 那因为我们当初已经在用 这个Canman把它 Compile成这个Framework 所以在iOS里面 可以直接呼叫到这些物件跟方法 那我们写好前面两个功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到后端来看一下 我们希望可以用Cater这个框架 来写后端的API 那Cater是什么呢 它是由我们Jetbrand开发的一个Web Framework 那因为它用到很多Calling的Coroutine的功能 所以它有一些Asynchronize的特性 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同时有Server-side的一些component 也有Client-side的component 你可以用Server-side component去写API 或是写网站或是Micro Service 那这个Client-side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HTP的Client 等一下我们会把它用在KM的APP里面 让它可以发一个HP Request到后端 来跟我们后端做借接 那这个框架呢 也是由我们Jetbrand开发 以Apache 2.0的方式 OpenSource释出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Cater.io这个网站 去看一些更多细节 那怎么样建立一个Cater的专案呢 在全新的Intelligent Idea里面 Cater的Plugin已经内建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里面 选Cater的这个Project Template 然后设定好它的名称 它的Build System 然后它用的这个Package名称 以及版本 那在下一步呢 这个Cater会问你说 那你要装哪一些Plugin 那这个Plugin 跟我们刚刚讲的Intelligent Idea 这个Plugin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Plugin是什么呢 因为Cater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它设计成一个非常轻量的一个框架 你可以把它想成像是Express.js 这样 它只有单纯的去接收一个Route进来 然后经过Handler处理之后 再回传一个Response 那在这个Handler的前后呢 其实你可以挂很多不同的Plugin上去 那这些Plugin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帮它做 比方说像做Json Serialization 做一些额外的处理 那你可以想像说 在其他的这些框架里面 这个Plugin就把它称作像Middleware 或者是你有听过像Interceptor这种Platter 那简单来说 就是当你希望Cater有很多不同的能力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增加很多不同的Plugin 让Cater可以处理越来越多不同的工作 那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范例里面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三个Plugin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Calling Access Serialization 因为等一下会用Json来做沟通 那在做沟通的过程中 你需要一个Json序列化的Library 那所以我会用到这个Calling团队推出的Calling Access Serialization 这是一个也是可以多平台使用的一个序列化的库 那你安装这个Plugin之后呢 Intel的Jidea也会提醒你说 那我会顺便帮你把这个Content Negotiation 以及Routing 这个Plugin一起装上去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用Cater的Plugin 这些是我们需要用到的Plugin之外 我们还需要用到资料库 所以我还装了这个H2的Database Driver 那它是一个可以直接写成档案 或是写在记忆体里面的一个资料库 为了要操作这个资料库呢 我还用到Jbrands团队开发的另外一个框架 叫Expose 它是一个ORM 所以用了这一些东西 是我的需要的相应的套件 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开发API这一段 就是我们怎样去接前端的一个Json API 然后在处理过之后 比对资料库 然后再回传一个Json Response回去 那为了让我可以很快速的取得这个Json 转成这个我们Calling可以使用的DataClass 以及我回传DataClass的时候呢 会让Cater帮我转成阶层格式 所以我们先来定义一下我们的DTO的设计 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DTO的部分我们全部用DataClass来设计 所以我们有定义一个叫做Expection 那它用这个Calling Access Serialization 的一个annotation叫Serializable 也就是说它等一下知道说这个DataClass 可以被序列化成一个阶层格式 那在这个DataClass里面只有一个Password的内容 就是说它会把前端丢过来的Password 转成我的DataClass里面的一个Property 那当我回传 检查完之后回传给前端的时候呢 我会变成一个叫做ExpectResult的一个DataClass 那里面就会有一个Result的结果 是不临时 以及我要传递给前端的Message 那在Cater里面要开发像这样的一个API非常简单 你只要用Cater开发的DSL的语法 那我们先用Routing去定义说 这边会有一个可以接受HTTP Post Method的一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后面呢 就会接着我要开放给这个前端的一个路径 那比方说我定义出来的路径是API-V1-Password-Inspection 那这个路径当然可以由你自己来设计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Post的这个Lumbda里面呢 Cater会丢一个Application Code的这个物件 那Application Code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张图 就是从Request进来到Response出去的这个过程 那它会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变成一个物件让你好操作 你可以用它来接收到前端丢过来的物件 那前端丢过来的物件呢 会透过Calling Access Serialization 帮你转成DataClass 所以就会转成我们刚刚说的Inspection 这个DataClass 我们会把这个里面的Password拿出来 然后去资料库里面去做比对 那假如比对之后 不管它的结果是有或没有 我们就会再把它回传到前端去 所以我们会再用Code物件去设定说 我们要回传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那我们的回传内容是这个InspectResult 这一个DataClass 那透过Calling Access Serialization 它又会再转回成一个JSON格式 好那我们完成了后端的API之后呢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Kman App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当我们按下检查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它会触发这个HTEP Request 然后去收到这个结果之后 再显示在画面上 所以我们大概需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用到这个Cater的Client 那这个CaterCline呢 分别包括了这个Combin的Main 跟AndroidMain 跟IOSMain 它各自需要有Core 跟Android跟IOS的实作 那再来我们需要加上这个Serialization 因为在我们的Kman裡面 也需要用到Serialization 所以其实你装的这个Serialization的Library 跟我们刚刚用到的其实是类似的 那再来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Expect跟Actual 因为我们希望等一下可以很快速的去 产生一个HTEP Client 这个HTEP Client呢 会自动依据它使用的平台来做切换 所以先用Expect去定义一个方式 叫HTEP Client 它会回传 在Actual裡面呢 它会回传说 看我是在Android上面 或是IOS上面 我就会回传不同的Engine 那对于我的这个Application来说 我就只需要知道说 我要用到一个HTEP Client就好 那至于各个平台里面的一些设定 都会在Actual裡面去先设定好 好所以我在跨平台共用的部分呢 我会做出一个叫做Validator的一个Class 那这个ValidatorClass呢 我会先用刚做出来的这个HTEP Client 这个Function 去把这个HTEP Client new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在Inspect这个Method裡面呢 我就用这个HTEP Client 去发一个Post的Request 到我刚刚的后端 那它就会回传我刚刚的这个阶层格式回来 然后我再做额外的处理 那一样在KMAN的部分 我们也需要定义我们的DTO 就是我发的Request跟Response的格式 那你发现这个格式 其实跟我们刚刚在Cater的后端 其实做出来的格式是一样的 所以假如你做到更终极一点的做法就是 你甚至可以把这些DTO的这个DataClass 独立出来变成一个Module 然后在这个KMAN跟Cater的专业之间共用 那你这样共用的部分就会更多 那接下来我们要在Android上面去实作这个HTRequest 所以你会看到我先把这个Validator先New出来 然后同时我需要用到Coroutine 所以我把Coroutine的部分也先设定好 然后在按钮绑定的Unclick事件裡面呢 我就会在Coroutine里面把Validator Inspect这个Message去做呼叫 然后它就会发HTRequest出去 然后回来之后呢 我就会把我收到的Message 显示在我的TextView上面 那在iOS上面其实也是类似的 你可以先New出一个Validator 然后我们在按钮绑定事件上面 呼叫一个Validate的一个Function 然后在这个Function里面呢 我们就用Validator.Inspect 那你会发现这个部分呢 在iOS上面 因为我们Colin已经帮你把Core routine都处理好了 所以在iOS上面都不需要自己额外去实作 你只需要去呼叫 我们在Colin已经帮你Compile好的Framework就可以了 那它就会把这个收到的HTBResource 在显示在画面上 那接下来呢就是刺激的Demo时间 我会先把画面切到我的IntellarJ IDEA 那我们先从后端来开始看 那这是我的CATER专案 你会看到在这边 我们已经把整个Application的专案都建立好了 那在这个Application设定里面呢 你会看到我先开启了这个Content Negotiation的支援 然后我会用到这个Json Serialization的功能 然后我会先连线到我的资料库 然后把资料表建起来 然后我们这边就会有Routing的设定 在设定里面呢 我们先看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POST的一个Method 然后可以接一个API 然后他收到这个Inspection的这个Data Class 然后去资料库里面找 然后最后我会回传Result到前端去 好那我就先把这个Application 用Play的方式把它Run起来 那Intel这台店呢 会把整个CATER的Application Compile完之后呢把它Run起来 那但是因为我现在本地端是跑在HTTP 而且是一个内部的一个网址 那为了让我等一下Android跟IOS 可以比较方便的去获呼叫 所以我需要在前面再装一个EncRock 然后让它的HTTP可以对应到8080 那我这边就会拿到一个HTTP的URL 那接下来我们切到Android Studio画面上 你会看到这个就是KMM App开在Android Studio的样子 那我通常会把这个Project切成Project View 然后你会看到在这个专案资料夹结构里面 会有一个Android App 里面放的就是一个Android App的结构 这是我们的Main Activity 然后IOS App的部分呢就是我们IOS App 那你会看到这里面就是我们Swift的程式 那在Share的里面呢 你会看到会有Commet Main 跟Android Main 跟IOS Main 那在Commet Main 里面呢 你会看到里面就会有我们写好的很多 像Platform Validator 的这些class 然后在Android Main 里面就会有对应的 这个Platform 或是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Function 这些程式码 好那我现在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把刚刚的那个URL 换成我的HTTPs的位置 所以我这边稍微修改一下 换成我刚刚产生出来的HTTP位置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Main Activity 在这里面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 产生的这个Password的Text View 以及要显示Message的Text View 都先准备好 我们会用Detector的Detect 去侦测我们的Platform的名称以及版本 然后在两个按钮事件里面 我们会产生出我们的密码 然后显示在我们的Text View里面 然后我们也会用我们的Coroutine 用Radator的Inspect 去验证我们的密码是被hack的还是安全的 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用KMain的Plugin 去启动我们的Android App 那当你Run的时候呢 KMain它会自动帮你把Common Code 帮你compile完 然后会帮你把这个 Simulator帮你跑起来 那你可以看到 Simulator启动完之后呢 App已经被载入了 所以接下来我在这边按产生 它就会在这边中间显示我随机产生出来的密码 然后在画面的中间呢 也会显示我的Android 作业系统以及它的版本号 然后当我按下检查的时候呢 它就把这个密码送到后端去 然后验证完之后 假如是安全的 它就会用绿色字显示说 这个密码是安全的 那看完Android的部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iOS的部分 我们切到Xcode 你会看到在Xcode里面呢 我们都已经先宣告好 我们要用到的Detector 以及我们需要的Validator 然后我们也把Validate 这个方形定义好了 然后接下来下面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都是SwiftUI 然后也就是SwiftUI 跟上面的这个逻辑 互相呼叫的一些流程 好 那我们要启动这个App呢 我们不需要在Xcode里面启动 我们可以直接切回 我们的Android Studio 然后把这个RUN Configuration 切到iOS App 然后按播放 那Android Studio呢 就会帮我们 启动iOS的Simulator 那当然在启动之前 它会先帮我们 把所有的framework 都compile起来 好 所以我们可以切到我们的iOS的Simulator 来看一下效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画面正中央就有显示说 它是iOS 然后它的版本号 那一样按产生的时候呢 也会产生出不同的密码 那你会发现这个密码长度 跟Android上面就是不一样的 那再按下检查的时候呢 它一样会发HTP Request 到我们后端去检查这个密码 是不是安全的 那你会看到 假如是安全的话 它一样也会显示绿色字 那为了要证明这个后端 API是真的可以用 所以我把它切到IntelJ IDEA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他们发过来的这个密码 是哪些 的确是有发过来 然后呢 我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密码 存到我的资料库里面去 然后等下它再来 问一次 看看这个密码 是不是就会被回应说 已经被hack了 所以我这边有先准备好 另外一个API 我可以把我的密码 放在这个API里面 去写入到我们 cater的资料库里面 好这个时候呢 我再切回我们刚刚的 呃 iOS的APP 然后按检查 你会看到 这次它就回传说 密码已经被hack了 已经被登记在 我们的hack的资料库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呢 表示说我们前端跟后端 真的是有把它全部串在一起了 那看完了demo之后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讨论的内容 我们首先讨论到 Calling多平台开发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Calling 程式员去开发 iOS Android Serverside跟前端 各式各样不同平台的application 那我们今天focus在 右边的iOS Android 以及左下角的Serverside 那在右边的mobile部分呢 我们介绍了KMM这个框架 这个框架跟一般的跨平台框架 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在UI的这一层 我们说它需要用原生的方式来实作 也就是说在iOS上面你用swiftUI 在Android上面你可以用XML 或者是用JPG Compose 那在shareLogic的部分呢 你可以用common的CallingCode 来写这个共享的程式码逻辑 但是假如你需要用到了 各个平台专属的API的时候 我们会用expect跟actual的方式 去宣告个类似像interface的方式 然后你再做implement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设计呢 其实我们希望第一个 我们希望它的原生的UI 是让使用者的体验是更好的 然后第二个 我们希望可以在跨平台上面 有更好的效能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实作 一个跨平台的mobile的框架 那假如你对KMM开发有更多的兴趣的话 其实KMM的开发生态系 已经越来越完整了 包括我们刚介绍这个Cater的HTTP Client 然后我们有用到的 这个Serialization的序列化库 然后同时在Android上面 跟IOS上面都可以用到的Calling Coroutine 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像SQL Delight 是拿来做Database的操作 以及我们还有这个Camp Kit 跟Moco Library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Calling生态系里面 不同团队做出来的一些 Starter的这个Project Template 以及我们跨平台的很多Library 那假如你想要看一些更多的不同的范例的话呢 你也可以到我们官方的这一页Sample页里面 那我会特别推荐里面 其中一个叫People in Space的一个Sample 那它基本上它已经把Calling 可以做到的各个平台全部都做出来了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Mobile的平台 跟Desktop 甚至还有前端还有手表 这些东西它通通都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做出来的结果 以及它是怎么做的 那另外你假如想要看到更多 这个谁在用Kman的实际案例的话呢 也可以到我们这个Case Study这一页 那你会看到画面上这些公司都已经使用Kman技术 然后就开始来开发它们的手机App 另外我们还有介绍Kater这个Web框架 那Kater的特色就是它同时有Server的Component 也有Client的Component 所以我们用Server的Component去写Server的API 用Client的Component去写这个HTB Request 那我们今天在整个Demo里面都有提到 那Kater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主要就是它轻量 而且它语法非常简洁 而且当今天你需要扩充的时候 它有Plugin的概念去做扩充 所以假如今天你是从Android开始学习Component 你想要开始跨到后端 或是今天你原本是Spring的Developer 你想要用一个更精简更轻量的一个框架的话 那欢迎大家来使用Kater来做开发 那今天听完我的分享之后呢 假如大家对于Component开发有更多的兴趣 那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Component社群 那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网址 Componenttips 那上面有我整理好的这个读书会的活动 练工厂的活动 也有我们社群伙伴写的很多教训文件 那甚至也有我们历次活动一些录影 都可以在上面观看 那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另外你在Facebook上面呢 你可以找到一个叫做 Taiwan Calling User Group的Facebook Page 以及Calling Taipei这个社团 你可以在上面收到最新的讯息以及发问 那最后希望经过我的介绍呢 可以让大家对于KMN及Cater 如何开发全平台应用 有更深入的认识 那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 我是Jetbrain技术传教士盛佑 那这边有我的email 那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跟我联络 谢谢大家 好非常谢谢盛佑带来如此完整和详细的分享 那目前就是进入到我们的QA时间 目前有一位会询问说 想知道刚刚比如下面的那个酷东西 彩虹娘是怎么改的 对麻烦先要分享一下 嗯 好他说的应该是那个 我的Android Studio下面那个进入条吧 好那因为在 你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画面是 对下面有一个share要麻烦 对 我上去吗 好稍等我一下 好 好大家可能有看到 嗯 就是你在装这个Android Studio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可以有很多Plugin的 那你到这个Plugin这边 那只要是Intelligate Platform的这个平台的ID呢 这个Marketplace上面就可以有很多外挂可以装 那你可以装 比方说像刚刚那个叫做Neon Kate Neon Progress Bar 那你只要装这个Progress Bar之后呢 它在所有的进入条都会换成这个 就是一只会跳的彩虹猫 我知道 我知道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就是这个Ice Candy的这个套件 通常都特别有兴趣喔 所以你还可以装很多 只要是Progress的系列 应该会看到很多 对应该会看到很多 这边有这个Neon Kate 然后还有这个Mario 就是Mario的 然后还有这个宝可梦的 就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 然后这边有一堆Progress Bar可以选 那只要你选装了这些Plugin之后 你的整个Android Studio 或是Intelligate Idea的那些Progress Bar 都会换成像这样的一个进入条 这样对 然后这个也不是只有Android Studio 就是Intelligate Idea也有 然后或是所有Japence ID都是可以共通的 所以你可以安装在你的所有ID里面 对 通常是大家会很有兴趣的一个主题 好 谢谢盛佑 那就是大家一样可以就是 在透过我们给你们的slider连结 上来跟盛佑提问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 刚刚在讨论区 其实已经有几位会众 已经跟我们讲者已经做一些QA 我想提出来 就是也顺便跟其他会众 分享一下 就是像请问KMM的Business Logic 可以包成Library吗 就是这位会众说他想要Flutter加KMM 对他这个问题蛮好的 就是基本上KMM的设计 就是把所有我们刚刚看到那张图 就是Business Logic的部分 我们都会包成一个Library 所以你在UI那一层 其实就是去call你底层做好的 那个Share Library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UI这层 两边的平台要独自的 就是各自再去做 然后做完之后才呼叫Share Library 那为什么要分三个资料夹 也是为了做这样一个架构设计 那只是说我个人没有研究过Flutter 所以我不太确定 从Flutter呼叫KMM的Library 这件事情 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我不知道实际上做不做得到 那可能他要再看一下Flutter 因为Flutter它的运作方式 跟KMM的运作方式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所以他可能要看一下Flutter 要怎么去call 这个所谓Native Library的做法 那基本上我相信是可行的 但可能会需要做一点点twick 所以这个可能要他要再研究一下 好的 谢谢顺庸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 给我们惠众的一些资讯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荧幕上操作 有没有问题 好 刚刚也有另外一个朋友在问说 用Kater的HTTP client的时候 他有没有支援Catch 那这我刚刚也有稍微在 Kater的Github issue上面查一下 那看起来是可以的 就是因为Kater我们刚有提到说 他在这个你在处理的过程中 前后期可以挂很多Plugin 那其实Plugin就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Kater里面 你要增加Kater能力的时候 你需要用Plugin去扩充它的功能 那官方其实已经内建很多Plugin了 那其中有个Plugin 那个时候是叫做HTTP Catch 那看起来是有实作 那只是说实际上 现在因为他重新把这个Feature 原本他们这叫Feature 后来重新命名成Plugin 所以看起来他们是有实作 只是说那时候这个TTP 还叫做Feature 那可能你在实作的时候 可能要换成Plugin 那其实语法上不会差太多 只是他的那个LaneSpace 还有一些命名的方式 有点调整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再去查询一下 那大家对于这个Kater的细节 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Kater.io这个网址 那你可以到Docs这一块 它里面有Server side component 怎么使用 那我们刚刚讲Server side的部分 就是你怎么样用Kater 去写一个后端的API 那写完API之后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Server 去做这个Json response 那你假如是在Kman的Client 就是你在IOS跟Android 想要去发一个HTTP request 到你的Kater的Server 的话呢你就要用Kater client 所以你在选Kater的文件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你现在是在写Server side 还是写Client side 假如你是Server side 他就在看Server side这一段 那Client side 他就是指定的另外这一段 那另外KMN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KMN本身也有另外一个 他自己的这个Documentation 那这边也有提到一些 他们一些细节 那他也有讲到说 要怎么样开始一个 这个Sample Project 然后Sample Project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就是有一个People in Space 这个 那People in Space 我觉得大家还蛮值得一看 就是说他不是只做完 KMN的那一块而已 你可以看到他从Android 到这个WearOS iOS Watch Mac 或是Desktop 或是Web 他全部都有做 所以假如你今天想要更进一步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KMN 就是只有Mobile部分 以及Cater 是Server side部分 但假如想要跨更多平台 我们所谓的Cotlin Multiplatform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Sample Case 那这里面几乎把市面上 大概主流的那一些 我们所有的platform 都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假如大家想要看到更多 就是KMN延伸出去的Cotlin Multiplatform 我真的蛮推荐大家看这个范例 那你可以看到说 假如我今天想要做个多平台 然后它在每一个平台上面 长得都可以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用原生UI 写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对 好 那我就大概补充到这边 那剩佑就是目前我们先把你的萤幕切换回来 就是我们QA的画面 因为其实有其他惠众开始做询问了 对就是像你这边看得到吗 除了iOS和Android 还有其他平台的计划吗 目前应该还是会先针对在iOS跟Android上面 对那其他平台像我刚刚那个People in Space 其实它是可以做 那只是说以KMN这个project来说 目前应该会先把iOS跟Android布好 那目前我们刚好 Cotlin官方目前正在做一个线上活动 每隔几天都会有个直播 那今天晚上10点刚好在YouTube上面就有直播 KMNBETA释出的一个直播 那你可以看一下BETA 他们在iOS跟Android上面的更新 应该会越来越完整 但我在想在正式推出之前 应该不会超过这两个平台 以KMN部分来说是这样 好的 那还有一位惠众提出说 那Cater的话是可以使用其他的Library吗 还是要完全走Cater的生态系 它是可以支援就是你 只要去整合其他Library Library是可以用的 因为Cater它本身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轻量的一个框架 你可以把它想成 假设大家知道这个JavaScript生态系 比方说Nord.js的话 那Express.js它就是跟Cater很像 因为当初Cater有一些概念 是看Express.js这种设计 就是它非常的轻量 它只有一个Routing的功能 然后它可以接HP request 然后处理完就丢Response回去 那所以你会看到 即便官方现在已经推出很多Plugin 但这Plugin可能对比于其他的这些框架来说 可能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还是可以把你其他 其他框架的一些 比方说像他提到这个是ORM 一个Database Library 那它把它整合到Cater是可以的 那假如你当然可以直接整合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 这个Cater里面Plugin的写法 我就把Plugin 跟你要的Library做一个借接 那你就可以用比较漂亮的方式 在Cater里面用 那我们之前在一些范例里面也试过 比方说我要整合Database的时候 我可以去整合 我那时候不是用它这一套 而是用我们Jabrance的另外一套 叫Expost 那它也是一个Database ORM 那它也可以整合到Cater 或者是我有很多整个Java生态系里面 比方说想用JavaFaker 或者是其他的Dependency Injection的一些Library 我们都可以把它整合到Cater里面 好的 那谢谢盛佑 那还有没有惠众 还有任何问题都一样 可以再帮我扫一下QR Code 上来做提问 对 那我们就稍微等大家大概10秒钟的时间 哦 有惠众提问了 如果Sweep推出了新版本 或是新语法 那KM会不会转换不过去呢 的确会需要一段时间 万一Swift有改版的话 那其实因为KM 其实它底层依赖的是 我们CallingNative这个Library 所以CallingNative 现在也是一直在更新 因为配合Swift的关系 所以他们也会看Swift有新增功能 那CallingNative 就会跟着一起改 那改了以后 KM就会跟着受影响 所以的确会有这个 转换适应期的问题 那就是看官方更新的速度 那基本上 目前官方还蛮积极的在维护 CallingNative的这一块 所以我想可能一段时间就可以支援 新的Swift的语法 好的 那时间上我们目前也差不多了 就是本次一层的QA 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各位贵宾还有相关问题 想要请教我们的讲者 声诱的话 就大家可以移驾到 我们刚刚Discord的R1QA区 继续跟我们的讲者做互动 那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